主料,樱桃500克,面粉80克,鸡蛋3个,黄油25克,牛奶250毫升,普量,泡达粉5克,糖60克,粘泥克,香草香精2克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,樱桃写净,吃地,鸡蛋和糖放入盆中,把蛋液搅拌得略蓬松,加入面粉,泡达粉, 盐,搅拌到完全没有粉底,把牛奶慢慢的倒入面糊中,搅拌面糊,让牛奶和面糊融合,黄油放入一个小碗,用微波炉加热融化,倒入面糊中,在地露香精搅拌好,将面糊倒入木具,然后把樱桃,一粒粒填入,放入烤箱200度,烤40分钟左右出炉,烹饭技巧,厨房小雨 一,根据自己的烤箱调整温度,二喜欢热一点的口感,可以多烤鸡黄,如果喜欢嫩嫩的口感,要烧烤一会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